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 鲁丹离开中山 鲁丹离开中山 鲁丹三次游说中山的国王 而没被接受 就拿了五十两金子 给国王身边的人 他再见到国王时 还没说话 国王就请他吃饭 鲁丹出来后 没回旅馆 就离开了中山 他的车夫问 你再见到国王 国王对你态度很好 为什么离开呢 鲁丹说 他因为别人的话而对我好 也一定会因为别人的话而惩罚我 还没走出边境 有人对国王说 鲁丹是个间谍 国王就派人搜捕鲁丹 要治他的罪 游说 多方活动 陈述主张 搜捕 搜查逮捕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鲁丹游说国王时 没有得到回应 贿赂了国王身边的人 就得到了重视 知道不能在某人手下做事 就赶快离开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鲁丹离开中山 鲁丹三次游说中山的国王 而没被接受 就拿了五十两金子 给国王身边的人 他再见到国王时 还没说话 国王就请他吃饭 鲁丹出来后 没回旅馆 就离开了中山 他的车夫问 你再见到国王 国王对你态度很好 为什么离开呢 鲁丹说 他因为别人的话 而对我好 也一定会因为别人的话 而惩罚我 还没走出边境 有人对国王说 鲁丹是个间谍 国王就派人搜捕鲁丹 要治他的罪 鲁丹